晚间六点多珠宝展车展远景站岗停车场 这时珠宝商开来车要在两亿宝石要离开 窃盗集团成员理查发现目标之后 立刻打电话通报 随即其他成员一个个陆续出现 而且有精密分工 戴着帽子的诺瓦拿着地图走向远景 向他问路 一旁两名外籍联孔的女子也出现 他们是卡布瑞拉以及珍妮 同样是集团成员等在一旁 就是要分散远景注意力 而就在这个时候 珠宝商放在车上的包包已经被偷走 得手后被警方编号一号的嫌犯 快速拎着包包快闪 后头紧跟着都是他们的成员 有说有笑 甚至有人发现镜头还刻意瞧了帽子 就怕被拍下脸孔 随即一群人分批搭上计程车前往机场 搭机离境 事上整起案件并非临时起义 集团室友计谋的 傍晚五点多已经是策展时间 但是还能看到诺瓦带着红色识别证 以参观民众身份 在展场内跑跑走 他盯着被害珠宝商一举一动 一旁则是共犯理查 假冒参展商 缜密规划 疑似有台湾内印 得手之客立刻搭机离台 11名嫌犯当中怀有10人搭机前往香港 其中只有佩卓搭机前往杜拜 但是在土耳其机场拦下嫌犯 却没有搜出任何脏物 确定人是有拦截处 但是有一些法律的问题 还有一些引渡的问题 必须去做进一步的处理 还有一名日商包包被偷 10秒内损失30万日币 成员卡布瑞拉更拎着被害日商的包包 想潜入饭店 以借厕所为理由遭到拒绝 这群窃盗集团有备而来 犯之后快速离境 像怀疑成员统统跑光光 要追回珠宝钻石恐怕不容易 记者刘水兽子杨太不懂